大家好,我是12号,来自江南的巧厨娘承然 那么今天呢,要为大家做一道拿手菜 也是地道的上海菜了 叫做干烧鲈鱼香面 现在我将邀请大家陪着我一起去买鱼吧 老板拿一条鲈鱼 为什么选的是鲈鱼呢 因为鲈鱼的肉质呢,比较嫩白 而且没有鱼腥味 大家在挑鲈鱼的时候呢 首先要看她眼睛不能太突出来 另外呢,掰开她的腮里面比较鲜红 那鱼就比较新鲜了 这就是我今天的战利品了 天天饮食巧厨娘,美的生活新主张 大家好,我是金当 欢迎您继续收看我们天天饮食特别节目 巧厨娘的全国总决赛第12场 今天这位选手来自于杭州 她从重选手当中脱颖而出 因为我们在杭州只发出了一张竞技卡 她是谁呢 别着急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我们厂上的评审 一身的媒体策划人 金志伟先生 国家级评委特级禁师 李群老师 著名节目主持人 纳薇先生 欢迎三位 他们看见三位将从食尚美食 健康这三个标准 来严格要求我们的选手 特别要提醒您的是 凡是参与到我们全国总决赛的巧厨娘们 都将获得艾什达提供的奖品一份 好了 我们掌声请出今天第12场的选手 陈冉要做这道菜叫做干烧炉鱼香面 掌声欢迎陈冉 陈冉您好 大家今天见面了 对对 一个人很孤独吧 很孤独 国在这里交到了很多新的朋友 对对对 李群老师您好 那我们来看一看这道干烧炉鱼香面的原料 干烧炉鱼香面 原料 炉鱼 挂面 肉末 牢骚 调料 豆瓣酱 辣酱 盐 糖 鸡精 生粉 料酒 老抽 姜 蒜 你这个辣酱 我们看一下 这边有花样 对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加了豆豉的辣酱 豆豉的辣酱 要把它调和在一起吗 调和在一起 两种味道混在一起 然后调入就是成为我们今天干烧的一种辣酱了 我们首先要将鱼炸一下 我们现在先热锅 然后先将油倒下去 但今天为什么选的是鲈鱼呢 现在这个时节是最适合吃鲈鱼的时候 它比较肥美 大家看这条鱼呢 我刚刚已经切成菱形 这样子比较入味 然后我为什么拍上这个生粉呢 是拍一会儿它爆油 不然就很黏 炸的时候会不会扒锅 就是少放一点 少放一点点 给油开 然后拎起尾巴 好 油温控制的刚刚好 我们现在磨一下这个鱼 要先把它放一下 要炸到两面有些金黄 把它火关掉 火关掉可以了 那我们将炸好的鱼就放到旁边 先爆一下肉酱 但是油就不能很热 不然肉比较容易老 稍微有点样子以后 我们将蒜瓣和姜末放下去 然后就加入两种辣酱 一种是辣酱一种是豆豉酱 把它炒匀 现在就可以加酒酱了 好 那么把酒酱加进去以后 我想请问一下我们的专家 这种把酒酱做在干烧鱼里的做法 你们见过吗 一般川菜 川菜里都这么做吗 都加酒酱 上面好香啊 刚刚炸好的鱼也一块放进去 这时候我们就要加水 然后我们先加入黄酒 因为已经有很多咸味了 老抽就加一点点 另外还要加鸡精 糖 盖上以后用小火 炖它六分钟 炖六分钟就可以了 然后这时候我们干什么呢 就是煮面 先放在一个碗里面 先过一下冷水 先过冷水 那我可以帮你 谢谢 看一下这个鱼 味道已经出来了 闻到了 对 我们只是先将鱼 捞出来 剩下的这个酱 我们还要勾芡 好的 哎呀 去看烧鱼的味道 挺重吧 对对对 你松手 然后我们再对付一下这个面 你来看陈远是怎么把这个面香到干烧鱿鱼上面的 你将面用筷子卷起来 一卷一卷一卷 对对 这是陈远做的干烧鱿鱼香面 给你十秒钟的时间 还是要把自己夸奖一遍 因为我是唯一来自江南地区的选手 我还是想把具有我们江南地区吃的特色 带到央视的舞台上 央视的厨房里 那么我希望就是大家可以认为是来我家做客 如果你喜欢这道菜 也许你回去以后还会打电话给我说 我喜欢这道菜 但我觉得加一个什么料更好 那我就是最高兴的事了 这道菜就先送给我们的评审品尝 敬老师光吃面 李老师光吃鱼 那老师光喝汤 鱼人吃一样 好了 三位吃完以后 就请把分数写在我们的小盘盘上 请量分 天哪 敬老师29 那小嘴29 李老师28.5 如果我没有算错的话 陈然可能达到了开赛 总决赛开赛以来的最高分 恭喜陈然 我们来看一看 分家为什么可以如此高的分数 这个选手呢 对美食的知识量的广博度是有目共睹的 而且在操作的过程当中行云流水 对啊 是 开始没把水分都给吸干 在淀粉的时候呢 它是温的 所以你在炸的时候猛的一下去粘锅 如果在专业的角度上 你把滑烤火了以后 稍微弄点盐 一扭那个 它那个皮呢 加盐以后 它那焦性就起来了 炸的时候就不粘锅了 就这么一点点 小窍门 可能你以后学会了以后更完美了 谢谢娘老师 请问庆老师 29分 我觉得这个陈然吧 他在这个镜头前的表现呢 应该说是开赛以来比较突出的一位选手 他有一个潜在的镜头意识 他一边做菜 一边跟你去搭话的时候 同时还不忘了电视机前的受众 这一点作为电视的巧厨娘 是非常的重要的 陈然的最后总得分为86.5分 恭喜陈然 这个分数相当的高 到目前为止 她是第一名 我们也这个分数 不知道会不会给明天的选手带来压力呢 我们也希望她能够有上成的表现 我们明天再见 明天再见